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到爸爸的这些表情 爸爸的动影 看起来愁不足道的 这个表情最好看的 我觉得不光是宝宝了 是爸爸比谁都好看 太逗了 看到这些爸爸们 爸爸们容易吗 我打鼓的 拿东西斗影的 爸爸竟然拿起个大面包 3号爸爸拿起了大面包 但是记了2号的宝宝 有些人啊 6号宝宝就像大般送你的那个玩具 小飞机拿去 6号宝宝加油 表情宝宝快看 看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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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宝宝 看上了6号宝宝的玩具 好的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场这个秩序是一片混乱啊 有的在旁边歇着的 有的往妈妈身边爬的 有的开始吃东西的 总之什么样的状态都有 没关系 只要宝宝开心就好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组宝宝爬的比赛吧 好了 第二组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赶紧认识一下可爱的小宝宝们 蜜蜂宝宝们 欢迎你们 再来看看我们现场 这爸爸手里有好几个拿着绳了 见过钓鱼的第一次见到钓宝宝的 希望宝宝们今天都能够如你们所愿 能够爬得很快 乘风破浪 预备 开始 6G小蜜蜂现在开始爬了 再来看看对面的爸爸手里 拿着玩具 拿着好吃的 又开始引诱宝宝 宝宝看见爸爸在乐 但是要宝宝爬呀宝贝 好的 4号宝宝自己爬过来了 好 2号宝宝爬得也特别的快 那这个游戏当中呢 就锻炼宝宝的这个手眼的协调能力 还有四肢 它们都是在一个成长发育的一个阶段 而且它们只有9到10个月 还不到1岁的宝宝哈 爬 现在是它们主要的这个动作能力 我可以看到这个宝宝好聪明啊 那个坡太高了 它可以找到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地方爬过去 真聪明 这个宝贝在打鼓 它在打鼓 我爸爸的那个神 都不知道拉动还是不拉动 现在2号宝宝 把1号爸爸的房间去拿走了 爸爸累了 现在爸爸已经累的是满头大汗了 现在小朋友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天场的这个爸爸妈妈都在叫自己宝宝的名字 可是我估计小宝宝们之间呢 它们都搞不清楚对方叫什么名字 也不知道谁在叫谁 总之它们自己对什么感情 它们就会把注意力提供在什么地方去 可以看到6号宝宝抱着大苹果 已经开始吃着了 看来对于这个苹果更感兴趣 哈哈哈哈 宝宝加油 宝宝加油 快来快去 快找爸爸拿桃子 哎呀好棒好棒 这话宝宝快加油加油 加油 其实这个小朋友在这个年龄阶段呢 锻炼他们的爬行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时间到 哎呀 我们来看看啊 现场的这些小蜜蜂们 在这个浪尖上有爬着的 嗯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呢 总是会被他们所吸引的东西吸引住 哈 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好了 只要爬的快心和快乐就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的比赛 好的 第三组宝宝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小西瓜们 看看你们爬的怎么样了 来 乘风破浪 预备开始 可以看到 爸爸也是 啊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啊 有这个 拿球的 拿吃了的 拿玩具的 啊 吸引我们的西瓜宝宝们 哎呀 结果没想到呢 我们的 爱好宝宝 爬得非常非常的快 也爬得也特别的好 看来爸爸手中的这个 水果对他吸引很大 好的 真好 好 紧接着我们的三号 和一号 也都爬得很不错 宝宝会 有时候会喜欢别的东西 而且很有可能 这家的宝宝 喜欢的是另外一家宝宝 家里的这个玩具哈 好了 现在的西方有三个小西瓜 那已经爬到了爸爸的身边了 你想再看看其他宝宝的 这个年龄的小朋友啊 根本都不知道 到底方向在何方 他们对什么感兴趣 他们就会爬上什么东西 所以 妈妈那边又拿着吃的 拿着玩具啊 倒是在逗宝宝 可是 我们的宝宝的距离 就是在哪呢 好的 二号宝宝 二号宝宝 二号宝宝喜欢大苹果 你好 你有一条西瓜 已经顺利了 爬回去了 好 宝宝现在又开始爬了 加油 加油 爸爸不停的把玩具丢出去 又拉回来 丢出去 拉回来 希望一心宝宝的距离 丢好的宝宝留着小哈拉子 哈哈哈哈哈哈 二号宝宝要返回了 好 现在二号宝宝要折返回去了 现场真的是一片后面 好 三号现在折返了 妈妈一直在拿着小汽车 引用三号宝宝 但是好像把另外的宝宝吸进去了 好 三号宝宝就是爬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好啦 我们来看看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看现场 现在又是一圈混乱 啊 小西瓜宝宝们 呃 现在有的在爬 有的在哭 好了 还有最后一组比赛 我们来看看第四组宝宝的表现吧 第四组 六只可爱的小熊猫 现在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哈 马上他们的这个 晴晴破浪就要开始了 我们再来看看 对面的爸爸们也都做好了准备了 尤其四号爸爸这哨子都准备好了 哈哈哈哈 有拉绳的 有吹哨的 有拿吃的 有拿波浪鼓的 来看看哪个宝宝最中气 预备 开始 熊猫宝宝加油 哎呀 平时这个熊猫给人的感觉就是慢吞吞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几只可爱的小熊猫 他们爬起来是不是真的跟熊猫的感觉有点像呢 哇 五号宝宝好快呀 爬的太快了 太厉害了 而且基本上他根本没看见爸爸在哪哈 嘿 在这个游戏当中 哇 太好了 六号宝宝也开始爬了 来 好 大家快看 好嘞 五号小熊猫最先爬到爸爸身边啊 速速很快 六号宝宝现在也很快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们家自制的玩具啊 这个牵引擎的绳子上面呢 是塑料的这个饮料瓶没有丢掉做成了一个玩具 哎非常好 那一号熊猫也开始爬的也很快哈 非常好 加油宝宝快去找爸爸 速度非常快 爸爸不要那么着急 让他看到 好的宝宝加油加油 哎呀宝宝 哎呀宝宝 我的天哪 再看宝宝再看 再看 那呢 那呢 六号宝宝速度极其的快啊 表现得非常的好 而且天要往最高的这个山坡上爬 哈哈哈哈 好棒 好 五号宝宝现在也折返了 去找妈妈 六号宝宝现在也感觉方向有点错了 不过没关系啊 哈哈哈哈 我们再来看看 全四号宝宝 为什么哭呢 这玩具我一拿着爸爸就拿走 一拿着就拿走 他能不哭吗 宝宝快来 他在想 为什么我老拿不着这玩具呢 所以我们就哭了 一边哭还得一边往前爬 哎呀真不容易啊 哎呀 我们再看看六号妈妈 她也出笑了 出笑了 哈哈哈哈 感觉我们这小宝宝 都跟可爱的小宠物一样啊 我们再来看看中间 爬在我们这隔离带上面 哭的这个小宝宝多可爱啊 一号也爬到妈妈身边了 太棒了 他就在这浪尖上爬了 好 算了 看他已经回到妈妈身边了啊 好 时间到 哎呀 快快快 爸 不哭了宝宝 是要玩这个是不是啊 是不是要玩这个呀 哎呦 这爸妈妈多心疼啊啊 一直拿着这个礼物引诱啊 我们拿着了就被蹬走 拿着就被蹬走 宝宝就哭了啊 拿着吧宝宝 拿着 拿着吧 哎呀 好嘞 哎呀 经过我们这个四组的大比拼 我们这一轮乘风破浪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看排在前12名的宝宝们都有谁呢 进入到第二轮比赛的是 乔虫队的一号宝宝浩浩 乔虫队的二号宝宝可乐 乔虫队的四号宝宝大象 蜜蜂队的一号宝宝虫 蜂队的二号宝宝墨墨 乔虫队的三号宝宝笑笑 西瓜队的一号宝宝安安 西瓜队的二号宝宝佳佳 西瓜队的三号宝宝小小 熊猫队的一号宝宝欺 熊猫队的五号宝宝球球 熊猫队的六号宝宝完了 祝贺你们